10秒大达战场 碾碎他们 血鬼不好打 出来 红针塔 出来红针 红针塔 红针 不愧的呀 不愧的呀 时间把他闪线打出来了 然后兵线又丢了 怎么赚的 早用早CD嘛 也就三分钟 快得很 前面也用不到 这波兵不推 他到线上得丢兵的 得丢经验值 我Q一下就好 三个兵的经验值丢了 很舒服 回回去差不多了 我也回的差不多了 我要二了 兄弟这波我有 走对角线 没有人能够阻挡我的 电行触发 只要我的魅惑甩中 我的七大宝珠来回两段是必中的 吸血 吸血 打发自飞 太迟了 放GQ 不要他不上来 吸 然后 还行 魅惑拉重 打野是蜘蛛 闪现可以防一波 等他第二波来 我也遛了 来了 没事 没事 不怕 包应该是包不了 怕有伞 魅惑 哎呦 这种雪是消的还是可以的 控栏吧 控栏了我们 他恢复太强了 他恢复太强了 这波 不给你吸 我们我不给你吸 哎呦 我不让你吸 我不让你吸 难不难受 我们还有点燃兄弟 我现在难不多 点燃挂得不错 死了 这你一种我也 我也死不了 你一种我也死不了 这波闪现 DF2连 他开血是没有用的 能把他烫死 炮车一定要吃到 这个线我得快速推掉 这个线我得快速推掉 你把我拖住了 你不会要冲塔吧 你不会要冲塔吧 蓝不要回满 回满太耽误时间 推不了没蓝了 不果断回的话 要被他拖住 不果断回的话 要被他拖住 别压抑自己 我6了 现在蓝够用 我们去找点真正的 两个Q一波冰 6级就不怕抓了 疯狂推线 吃塔皮 这个Q你躲不了 这个他走不了位 远程兵点两下 没打动 魅惑没打动 比较正常 这个技能比较慢 打中就运气好 这回来的瓜种才通 因为回来的是真实上 我是塔皮 帮我打个蓝怎么样 帮我打个蓝 我这盘就很顺 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是四级Q了 远程兵各点一下就收掉 进入推线节奏了 舒服呀 这个有蓝就舒服了 我技能能疯狂甩 好 吃塔皮 看吸血 我先开W 我点他 魅惑 角度不错 你还敢过来 那 那你不死吗 你跟我硬拼 你拼不过的呀 他以为我魅惑没了就 不行了 魅惑可以提升我们的伤害 增加百分之二十的伤害 所以魅惑一套打中很痛 魅惑一套打中很痛 魅惑就cale 看我一套练招 一套 直接三分之二 一中W 狐火 结羲炸宝族 加电型 很痛 所以我们在甩E的时候 就要把W开着 这蜘蛛不会来的 它知道我很灵活 根本抓不了 这波你敢歇 61趟 我没打过 太远了 这有蓝多爽啊 没事 给你吃 我有回复 回家 完美 完美不到 但是它血不多呀 我们可以一闪秒它的 吸 魅后没打动 就算了 打中就杀 我们有法强装 这波出来 打中就死 等一下 趁它堵这个刀的时候 反正它补远程兵的时候 原地啊 这波原地啊 增加这个爆发 让它开不了血池 原地啊 有一个小小的伤害 哇 塔皮吃满了 溜了 三千块 肥的流油 直接炉灯 出来吃医学塔 完美 我换区的 这个吸血鬼只有黄金 它这个很明显不是聚集的呀 黄金就是这个水平呀 我我们这种压制的话 黄金段位的玩家 它很难化解 你明白吧 因为它会 它被滚雪球了 它上来被杀一包 它就滚雪球了 它没有办法的 它现在很怕我出魅惑 逼急了 逼急了 蜘蛛来是没有用的 有人说 这个吸血鬼看上去 根本就没有黄金 那是因为我的 给它的压力太大了 你知道吗 它被我滚雪球了 所以呢 当你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它死了呀 一段 算了 不强杀 强杀有点 不太好 我太肥了 不能被蜘蛛赶过来偷了 那很亏 我得回家一波 一千一百块 我可以再吃一下 没 Ay 抓住 变死 味瘟 すごく 杀 没想到满雪直接被我带着 秘蛛心态崩了 1600块 很舒服 不一样 你们自己看嘛 不是黄金的呀 算我再推过 他知道 他想瞄我 其实这一盘他已经得了几 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 丧失理智了 这个邪魔鬼 我们就赖在下路就好 赖在中路就好 逼他蜘蛛过来 这吸血鬼想瞄我 他开启炮想瞄我 但是没想到我的狐 我直接把他瞄了 你知道吧 他想趁我技能空挡机 直接把我带走 但是他对于我的伤害评估出现了问题 他很难判断一个狐狸在这个时间段的这种装备的爆发 他现在已经判断不了了 他现在压力很大 他不知道这个狐狸为什么会这么强 对面炉仙有点太嚣张了 这炉仙是个高手 我要来自他一下 这波有蓝buff 我有灵魂突破加闪现 他是必死的 他是必死的 他跑不掉了 注意先开W 过去点他 不要交魅惑 看他没有逃跑欲望的时候再出魅惑 或者贴身的时候 让他没有办法走位的时候再出魅惑 偶尔游走一波就行 不要太过于执着抓人 没必要 我们只要一直发育 这个血球就会被滚得很大 他们下去了 这波我就不去了 这波我推荡二 这波离得太远 我们赶过去 可能战斗也打完了 并且闻面有大 这有掉线了 他已经死了 逃不了了 逃不了了 蜘蛛不敢来了 吸血 他们的队友可能会怪这个费拉吉米亚 但是这盘真的不怪他 这次座也不敢靠近我了 我现在退塔他没办法 因为我一套真的能把他带走 只要被我魅惑打中 我的伤害会提升20% 加上我的电刑他直接就死了 把他们逼回来了 逼回来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队友就没什么压力了 很多时候不一定要帮忙 非常好 我的 把他们逼回来 我们可以回家了 然后去别的路 他们不回来不行 他也想继续发育 回家 上路可以去一下 我来把上塔推了 下塔交给队友 告诉我的秘密吧 这盘的话要出鬼叔呀 要出鬼叔 鬼叔帽子杀人剑 你看这个血鬼 打其他人就没什么问题 你发现了吧 是因为我发育太好 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我们的 我们有点太多了 队友不太能打得过 很好 这波他们来终是 吃大亏了 这波来终是真的吃大亏了 因为我的发育太好 所以你发现他们下落组合 那我也没办法 束手无策 想拼又拼不过 不压我又不行 这下路其实很肥的 我们现在把他下到推了 我们现在把他下倒推了 没有人能够阻弹我的 我这波真不应该打蓝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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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露 睿智 我一只 我都不管了 你也不能在put 我真不应该打蓝 fundamental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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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update 吃大亏 吃大亏 吃了 吃大亏 吃大亏 吃 他血池浇了 贴身一个 魅惑他躲不了 他血池浇了我就直接冲他 这波还是要回家了 不然的话我们没大没伞可能要被包 也是时候补一波了 鸟掉走个位 拉回来 他出了什么东西 肉起来了突然 我膨胀了 我还站在原地不动 没有电行 我膨胀了 我突然失去了敬畏之心 这不太好 这个属于膨胀 不应该 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 我已经撤不掉了 没有点燃 没有电行 被他拖了一波机 没有闪现 好奇 我们猜二手去吧 这把大虫子 哇他们后期好猛的 这几个英雄没有一个后期是弱的 而且非常的肉 等会出什么自然之力的 我这个就打不动了 包括这个吸血鬼 所以这盘龙我们要从头控到尾 只要拿到远古龙 他们再肉也不怕了 所以这盘控龙是重点 我的队友水平没有对面强 比对面差几个档次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我们先出个杀人数 这个小丑是打得还是不错的 但小丑网不好 敢吸吗 你敢吸就是一套 这波不要 好他死了 叫啊 他只要被我魅惑打中 就没了 跑就跑不掉了 我的追击能力非常强 独立追人还是有一点 我来了 我打不过辅助我 这不用去了 小龙收掉 龙控好 龙一定要控好 我现在就赖在下路 他们会很烦的 不刷我又不行 不刷我 这个塔会被我慢慢磨掉 刷我的话呢 又抓不到 有可能还被我反杀 走位 他们有控制 走位 不太好走 走位 不太好走 卧槽 闪没好的 关键是他有兵外护手 这个让我很尴尬 没法走动 今生就没必要了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出这个吧 出这个吧 这套 这个 这套 这套 的独立 的独立 远远超过700码 550码 550码是我们的平A距离 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的杀人数掉了 这个大同志实在是太热 这个大同志有点无敌 说实话有点无敌 他已经死了 这能给你跑了 这个跑了我就杀人数没了 我现在继续推下 我看他们怎么办 他们就推不了 蓝BUFF我也不打了 一起推中了 没事我们先推 队友马上复活 这波我威胁他们高地 菲莉亚去秒复活之后 不敢跟我打的 那我这波推荐 他们肯定要来抓我 我抽了 我大招也好了 等他们过来我大招也好了 不可能抓到蛇狐狸的 狐狸是根本就追不到的英雄 好吧 狐狸只怕一手撕卡呢 他已经疯了 他已经被打的 你能帮我追蛇 我叫你爸爸 好 不可能的呀 直接三段大招 直接溜嘛 无所谓 就拖住他们 好 顾一下 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法穿鞋了 有点奢侈 但是我们发育的比较好 无所谓了 法强并不高 443 继续推他下路 把这个高地塔一旦推掉 他的防 这个水晶就没了 水晶没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动大龙了 大龙一动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赢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从下路 下路就是一个 下路水晶就是一个突破口 切入点 我们现在打团不好赢的 因为这重置无敌 知道吧 他的队友水平也蛮高的 我们打不动 打不动 我们阵容比较差 对面阵容好 所以这一盘呢 就思路很清晰 下路水晶就是突破口 其实杀这个血鬼不是重点 你再怎么杀他无所谓 都不会改变战局 但是水晶一推 就有可能改变战局了 反正他这个血鬼崩了 他无所谓 他拖到后面 他比我厉害多了 他们让这个血鬼来守 我是没有用的 守不住的 他们只有让这个大虫子来守 但是大虫子守我吧 我就走了 我就溜了 我又去杀他队友了 我往前上 他不敢上的 你还敢点兵 你怎么胆子就这么大呢 你告诉我呢 你不太清楚我的伤害 所以才敢这样点兵 他的队友来抓我了 终结的是伊丽丝 那我们不怕了 痛不痛吗 还要追我吗 很好 这个人生生放的不错 我死了 他真的是就没有吃过亏 小青年 我说实话 这把他凭什么能杀我 我是真的没招 他这种行为非常的无脑 但是他不会为 他 他没有意识到 他无脑的行为 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的杀人数搞掉了 我很切 来我们收大龙吧 我没有招 大龙吃掉 大龙吃掉 先吃小龙会好一点 可是他们全部被我勾引下来的 大龙是收了 我还有十几秒 队友在偷啊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在打小龙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没用 队友不太理我 给我等个龙bub不好 你自己 上 这个 哎 等一下吧 哇 这么贵 这么多 五十块 瘦包三挡都回来了 我操 我好烦 好 我的 装备满了 可以去团战推了 团战的话 只要不去打他的科加斯 就好打 科加斯不管的 我们技能全部丢给后排 狐狸突后排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去把这个杀人处叠下 我们有闪现啊 来冲一波后排 把这个ADC打 ADC输出很高 ADC其实我只要给他一套 他就没有 没有血量再输出了 他不敢输出了 你看他们这个虫子无敌了 现在 但是我不去虫 我很灵活 这ADC死了 还算了 闪现杀他有点不值得 我太敢靠近他 他的沉默有点烦 无所谓 追吧 痛不痛 并不是很痛 虽然真伤害 但也不是很痛 他都没什么魔抗 但还是不太 我得把他ADC给偷死 注意看我接下来的操作啊 像这种战斗 你怎么在人群当中 把这个脆皮给秒掉 对吧 你注意看 你们注意看我是怎么办到的 首先先卡四角 让对面看不见你 先杀一个 也就我能秒他了 好 调皮 ADC调皮 这个魅惑就是摸奖 打中就杀 打不中就不上 注意我可以用一闪秒他 判断他的走位 没有成功 但不重要 你这波 你这波没东西了兄弟 你还在上 原地啊 打输出 欺诈宝珠 真实伤害650 往这边插备货 不管了追不到了 好 这波ADC被秒究竟 虽然他已经很小心了 但没有什么用 其实ADC反应挺快的 你看刚才我在一闪魅惑的时候 他马上秒接闪现 但是这波我的手术够快 他没皮线 我们是有预判的 这个魅惑是带一点预判的 一波拿下 有点小帅 身份都应该是奇特 mig的 他反应还是蛮快的 封�